大家好 我是广西小友 刚刚吃过晚饭 然后洗完澡 等下小七就会来这里 我等下跟他说点事情 因为经过这几天相处 我越来越知道如何跟小七相处下去了 之前我不是说要让小七留着店 帮他忙吗 然后做他的约工 叫他看一万块钱工资吗 但我现在觉得多不好意思面对他 等下小七来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过年之前嘛 就是十个月份的时候 我来这里的时候 叫你给我开一万块钱工资 然后我在这里上班 好吗 那个我是开玩笑的啊 对不起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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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我叫你开一万块钱工资那都是开玩笑的 我也听得出来应该是开玩笑的 哪有人 对对对 如果我真的在这里上班的话 那个工资你该给多少就给多少吧 好吧 就是跟你的员工工资一样吧 这是正常的 要是真正成为男朋友的话 这个 工资 如果真的做着你的男朋友工资 不用给也无所 有进步了 有进步了 真的 确实是这样子啊 但是做了男朋友工资没有给 但是包吃他是要包吃的啊 是吧 你能这样想 我就真的很贪心 是吧 对 毕竟的话 你要是帮我工作的话 也是出劳力 跟他们们该给的也给一点 没关系 看着拿吧 那你怎么想咯 就跟棉帮一样就合适了 就可以了 哦 我今天 拔铁的时候 我 找到租房子的地方 离这里的话 大概也就是 10公里这样子吧 10公里左右 差不多 你的话又喜欢 农村的那种安静的环境 对 那里确实 像 像农村 但是呢 也有小区 不过比这边安静 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上次小友跟我说了 他说 喜欢安静一点 像农村一样的环境的地方 然后我就 带他 刚来的前两天 带他去逛逛转转了 今天的话 我没睡醒吧 你也 他也没 他也没叫我 因为我怕你太辛苦了嘛 所以的话我就一个人去算了 不过下午的话 我的确也在忙自己的事情 哦 然后 小友看到房子了 第一时间就帮我了 说小亲 我找到房子了 我说怎么找那么快 我都帮他有所计划了 就找了房子了 多少钱一个月来的 八百块钱一个月 八百 八百里面配齐的吗 配什么东西 就是 只能配一张床 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是这样子的 不过那个环境说会帮我安装空调的 哦 搞得比好一点 对啊 所以有一个小的冰箱就可以了 到时候看情况嘛 到时候你不是说 我 给三个月时间给我表现嘛 如果说 三个月过后 我们没有做成当女朋友 到时候 看情况嘛 那你现在觉得我怎么样 挺好啊 挺好 一天比一天好啊 一天比一天好 但是你不是装得出来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 之前我还没跟你说这些表白的事情 都是那样子的 都是那样子想出 你看怎么样 就说 其实不是见面吗 还没有 第二次还没有回你家 怎么想出 就是那样子 差不多是那样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没有装模作样 第二次 回我家 那时候 还好 表现还好吧 那个时候 不是说 还需要改 改变 还劲一点 嗯 放心嘛 包括这些万表啊 是吧 你不会说 那个 那个 大家都说 要让我帮小勇挑衣服 是吧 就是这个裤子 你不是说 对啊 你只能穿一条版的吗 我前前几天我才跟小勇说 到时候有空的话 可能去去买衣服 换一下穿衣风格 今天小勇长得挺帅的 有没有 穿那么 适合他风格 结果挺有范的 那种感觉 对 因为我这条裤子 一模一样的 我有十多条 你不要因为 小勇就是一条版色裤子 每天都穿一样的 好像就是 不惜找的那种意思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我每天都会换的 你放心 感情就可以了 行行 你能够这样子理解我 真的我非常感谢你 好 我们去 去牛达店那里去坐着 好 走